清晨四点采访大陆国庆阅兵活动的记者在媒体亚新闻中心集合 第一道安检凡是会发射讯号的摄影器材 必须事先报备 违纪品包括自拍棒 雨伞 水和食物等等 通通被拦截下来 大家集体搭车到天安门广场再进行第二道安检 这时候发给每一个记者的餐包才可以打开来 大会准备了一袋的食物 里面有包括矿泉水 还有面包 饮料等等 可以让记者在等待的时候享用 媒体区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城楼西侧 旁边是推秀降临区 在官邻的同时他们也跟着敬礼 那没办法比 翻天覆地的 那时候有手榴弹 有炮 现在都是武器 无人飞机 70年前中共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上 飞机只有17架 当时总理周恩来说飞机不够 我们就飞两遍 70年后第五代隐形战斗机殲20 从头上呼啸而过 虽然北京今天有轻度雾霾 许多军事记者拍个不停 惊呼连连 央视出动直升机以及高空滑轨直播 军车上也挂上摄影机拍摄 左右两旁最大的露天LED荧幕 让每一位管理者都可以同步收看 视线不会被挡住 习近平阅兵车的车号是1949还有2019 网场上响起炉雷掌声 中共建政70周年以来 北京今年举行第16次阅兵 这次阅兵对习近平来说深具意义 对外向在场的97个国家的188位驻华五官秀肌肉 对内军事宣示拥护习近平为核心 中共以允党领阵 军权稳固 记者董佑峻 金属青 北京报道